接下来这是点15 长期股权投资的粗食伎量 我们知道长期股权投资 是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以及对子公司投资 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它在伎量这块呢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把他们两个呢 放在一起来说 而对子公司投资呢 其实就是形成了企业合并 那我们的企业合并 有困固合并 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其中只有控股合并 会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会涉及到合并报表 所以在此呢 我们就直接写成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控股合并是企业合并 所以对联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非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这个说法 无论怎么说 你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接下来来看 对联企业投资 对合并企业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的 粗食投层本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所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 加上粗食直接费用 那大家知道 我们买股权 我们可以直接给钱 我们也可以付出 非货币性资产 如果我们付出去的是 非现金资产的话呢 那在此就相当于是卖掉了 所以我们付出的 非现金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是要对应着确认随意的 比如说我们付出去的是存货 那就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结准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我们付出去的是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呢 那我们就确认 资产处置损益 如果我们付出去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 那我们就确认 其他业务收入 结准其他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付出去的是 金融资产呢 那我们就确认 投资收益或留存收益 总之就是相当于 卖掉了 所以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此处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再看 对于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那我们要分 控股合并形成的是 同一控制下结合并 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结合并 如果形成的是 非同一控制下结合并 那这个代表着 我们是跟集团外在进行交易 那同样的 我们付出去的非现金资产 就相当于是卖掉了 所以同样的 账面价值与供应价值间的差额 是要确认相关的损益的 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出口成本就等于 所支付对价的供应价值 那你发现和对联用企业投资 合并企业投资 一样吗 是不是在非现金资产 处置这块是一样的呀 都是相当于卖掉了 那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粗食直接费用 对于非企业合并的话 粗食直接费用 是直接进入到了 长头的粗食投资成本中去 而对于企业合并的话 不管是同一共同家结并 还是非同一共同家结合并 我们为企业合并 所支付的审计 法律评估咨询费 都是进入到当期管理费用中去的 它是不进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的 这是结合并与非结合并 不一样的地方 需要特别的注意 好 非同控 大家就说完了 接下来再说同控 同控啊 是我们跟集团内在进行交易 其实它的本质是集团内部的资源 整合 所以我们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粗食投资成本 不再看我们所付出去的非现金资产 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都不重要 因为是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 所以付出去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与供应价值的差额 是不确认损益的 这个是同控的 那我们付出去的东西值多少钱就不重要了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成本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备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 加上最终控制方收购备合并方式形成的伤域 咱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叫做原伤域 其实就是说这个备合并方 它原来在我们这个集团内部有多少钱的伤域 那现在依然给它加上就可以了 这个伤域除了发生减值以外 它是不会变化的 原来有多少我们就加多少就可以了 这是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 从这一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么当然了 看完了以后呢 同学们可能觉得图有点混乱 接下来咱们再通过表格来反向记一遍 您把这个表格给我填一填 看看是不是能填明白 首先我们来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多少呢 对于联用企业投资 合营企业投资的话 那它就等于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对于非同一共产下企业合并的话 那长期股权投资初投资本 就等于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对于同一共产下企业合并的话呢 不再去看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是多少都不重要 我们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就是看被合并方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份额加上元 少于其他的不重要 接下来再来看初始直接费用 对于这三种情况我们分别应该怎么做 第一种情况 它是非企业合并 那初始直接费用是记录到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中去的 对于同控非同控呢 那是构成了企业合并 所以初始节费用是直接记录到管理费用中去了 为啥呀 您就去想企业合并 这是我们管理层的大事呀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事 所发生的审计法律评估咨询费 那都是记录到管理费用中去就可以了 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 涉及到非现金资产处置损硬 到底是确认还是不确认呢 对联营企业投资合营企业投资的话呢 是确认的 相当于我们把这些东西卖了 该确认什么损益 我们就确认就可以了 对非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的话呢 也是要确认的 因为我们是跟集团外来进行交易 所以是要确认的 而对于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的话呢 是不确认的 为啥呢 因为是跟集团内部来进行交易呀 那是自己一家人呀 那你还去考虑挣了多少钱 亏了多少钱吗 就不考虑了 所以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不确认相关的处置损益 接下来咱们把与投资有关的费用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看看相关的交易费用都进入到哪里 首先是我们刚学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相关的税费进入到哪里呀 我们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有形成企业合并 开始进入到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中去了 一种是形成了企业合并 那是进入到管理费用中去的 我们来看 形成控股合并的 不管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都是进入到管理费用中去 如果不行成控股合并 其实就是啊 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了 那是进入到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中去 接下来再来看金融之产 主要是我们所学习的四个会计科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公积投资 他们三个的交易费用 是不是都进入到金融资产的 初始入账金额中去呀 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 他们两个的交易费用是进入到投资收益的解放 这个咱们在讲金融资产的计量的时候 专门给大家强调了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在购买长期股权投资 或者是金融资产的过程中 都可能会涉及到发行权性证券 那发行权性证券的佣金和手续费呢 是充减资本公积股本一样 那既然是充减 就有可能会存在着不够充的情况 如果不够充减了 那就去依次充减 盈余公积利润分配尾分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发行的是债务性证券呢 是一道的佣金和手续费 那是记录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在此它是会影响我们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的 在此大家来整体的看一下 此处一共是几种情况 这八种情况我问你会影响资产或是负债的账面价值的 有哪几种情况 哪几种情况 是不是 二三四五加八 这是会影响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的 需要把它们区别开 接下来咱们来看题目 14年的单选题 说2054年2月1日 家公司以增发100万股普通股和一台设备为对价 取得已公司25%的股权 普通股面值为每股1块钱 供引价值为每股10块钱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支付的普通股的供引价值是多少钱呀 是不是就是1000万股乘以每股10块钱是一个亿呀 往下 为发行股份支付拥金手续费400万 这400万要就到哪里 我们发行全新证券 所支付的拥金手续费是充减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它会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金额吗 是不会的 设备的账面价值是1000万 供引价值1200万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所付出去的设备的供引价1200 这两个合起来是我们总的支付对价呀 可是设备的账面价是1000 那我们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设备卖了 账面为1000的设备卖了1200 我们要确认200万的资产 当日乙公司可变成竞产供引价值是4个亿 投资后 账面价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那其实就是对联营企业投资 问账面价该向长期股权投资 粗食投资成本等于多少 就等于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元价值加上粗食直接费用 现在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元价值是不是就是普通股 加上设备的公元价值一共是1.12个亿 但是4D选项就可以了 在此没有粗食直接费用 那您就不用加了 他有一个为发行股份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这个不是粗食节费用 这个是要充减资本公司股本乙价的 不要把这个搞混了 题目中还谈到了 当日乙公司可变成竞产供引价值 这个是干嘛呢 这个是后面我们讲长期股权投资的 权益法后续计量的第一步 我们是需要拿着粗食头成本 与被投资方可变成竞产供引价值份额去进行比较的 这个是后续计量的事 现在我们学的是粗食计量 跟这个没关系 您别搞混了 这道题答案就出来了 咱们也可以把账务处理写一下 一起来看 借长期股权投资1.12个页 带固定资产清理 因为这道题没有告诉我们固定资产的原值是多少 累计折旧是多少 那咱们知道 直接把账面价值转到固定资清理就亏了 所以此处我直接用固定资清理 带资产处置损益200 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它的公元价 1200万元 然后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带银行存款 那这个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其实它就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发行股票的溢价 每股是溢价了9块钱 所以应该是9000 然后还有发行股份支付的佣金手续费是400 是充减了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所以是9000减去400 变成了一个8600 然后带银行存款400 这400就是发行股票的佣金手续费 这样我处理就出来了 此处无论它是问你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们 还是问您确认损益的金额是多少 还是问你影响资本公积的金额是多少 您都得会 看具体题目问的是什么 接下来再看一道题 甲公司20某3年7月1日 这母公司丁公司处 取得了已公司60%的股权 那您一看60%的股权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控制这家子公司 形成了企业合并 那到底是同一公众家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公众家企业合并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从母公司手里取得的 所以这个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对于同控的话 我们还需要去考虑 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是多少吗 不用了 他问我们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本 那就直接去看 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物报表中 账面价值份额加上原商运就可以了 所以去找信息 以公司个别财物报表中 净赞账面价值3200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为啥呢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 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 也就是我们集团合并报表中 净赞账面价值 不是他个别报表净赞面价值 所以这个3200不重要 该股权期 丁公司也就是我们的母公司 于20某一年6月自公开市场购入 丁公司在购入已公司60%股权时 确认了800万元的商运 其实也就是说 这60%的股权 两年前怎么来到了我们这个集团 是两年前我们的母公司 形成了一个非同意控制下结合并 那非同意控制下结合并 是形成商业800万 这800万的商业 在我们集团内部发生过减值吗 没有 没有发生过减值 那这800万就一直是800万 它是不会变 两年之后 20某3年7月1日 按丁公司取得该股权时 以公司可辨认竞产公典价值为基础 持续计算的以公司可辨认竞产价值是4800万 这个说了这么长是什么 他说的就是备合并方在最终困房 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团内部 他的竞产账面价值是4800万 那我们要找的就是他 拿着4800万的账面价值乘以我们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60% 加上原商业800万就可以得到 同一共产下结合并 我们所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应该是3680 赵提应该选择的是4D选项 当然了 后面他还谈到 未进行该项交易 假公司支付有关审计 等宗介机构的费用120万元 那这120万元应该进入到哪里呢 要不要进入到长期股权投资金额呢 当然是不要了 不管是同一共产下结合并 还是非同一共产下结合并 这120万元都是应该 进入到管理费用中去 只有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才进入到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中去 不要搞混 现在是同库 所以这120 进入到管理费用中去就可以了 赵提 但是 4D选项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21年的赵丹选题 这讲次二某20年发生的投资事项包括 看到一二三次 您先看问题 他想问什么 下列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问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的粗食投资成本 那咱就一个个来判断 第一 银行存款300万 购买乙公司30%的股权 发生相关交易费用5万 投资日 一公司竞作产供应价值800万 贾公司对一公司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说明我们是对连赢截投资 对连赢截投资的话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粗食投资本 就应该是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300万 加上粗食直接费用吧 现在是不是有5万块钱 加上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应该是305万元 他说多少 他说300那就错了 第二 通过发行假公司股份的方式购买饼公司20%的股权 发生与发行股份相关的交易费用8万块钱 那这个是发行全新证券 相关的佣金手续费应该去充减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投资日 奖公司发行的股份公允价值是450万元 秉公司净赞公允价值1500万元 奖公司对秉公司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依然是对连赢企业投资 那长期股权投资粗食投资们 就等于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是450万 加上粗食直接费用 有吗 没有 注意这8万是发行股份相关的 进入到资本攻击了 8万是不能加在长期股权投资里边的啊 长期股权投资错误投资们 就是450 他说多少 他说458 有错了 那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 秉公司净赞公允价值怎么多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咱们前面有提到过啊 他是权益法后续计量的第一步 现在跟咱们粗食投成本 粗食计量是没有关系的 别搞错了啊 权益法咱们后面单独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 现在用不着它 第三 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丁公司80%的贡献 支付购买价款800万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为啥呀 因为是同控啊 同控的话是我们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 我们花了多少钱都不重要 发生多少交易费用 那形成了企业合并 这是要记住到管理费用总续的 和长期股价投资也没有关系 合并日丁公司净赞账账面价值600万 供应价值800万 那我们要的是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拿着600万乘以80% 那就是480万 他这谈到了多少 800万又错了 等一下 第四 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购买物公司60%的贡献 支付购买价款1000万 那这个就重要了 为啥呀 因为这是非同控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所支付的对价值1000万 这个就是长期股权投资的粗食投资成本了 发生交易费用20万 记住到管理费用总续 购买日物公司可辨认净赞公资价值是多少不重要 就看我们所支付对价的公资价值1000万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死地选项 好 这道题就说完了 再来一道 接下来 18年的单线题 下来个项交易产生的费用中 不应记录相关资产成本或负债 初始确认金额的是什么 外购无形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 如果说外购无形资产的话 在这个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都应该记录到无形资产的成本总据 所以这个应该是记录的 B 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就是非企业合并行资产管投资 是对什么投资呀 对联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所发生的审计费用 那应该记录到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C 合并方在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发生的仲介费用 非同控我们所发生的仲介费 应该记录到管理费用中去 它是不记录到长期股权投资的 4 发行以外产成本计量的公司债券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 那应该影响应付债券的入账金额 所以是记录的 这道题问我们不记录的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C选项 而二年的多选题 再来各项关于企业发生的 与金融工具相关交易费用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还有选项 发行股票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记录所有者权益 记录到哪里 是不是我们说 撑减资本公司股本溢价 他说记录所有者权益 那是对的 选项 购入股票 便将其指定为 以供引价击量企业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记录到资产的成本 对不对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只有交易线金融资产 是寄入到投资收益的 除此以外 债益投资 其他债益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都是寄入到资产成本的 C 购入债券 并按贪于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记录 当期损益 这个对吗 这个是不对的 贪于成本计量的 那不就是债权投资吗 交易费用 应该记录到资产成本总据 四例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应该分摊 记录权益和负债 这个是对的 我们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还有负债成分 有权益成分 应该去进行分摊 那对应着交易费用 也是按照负债成分的 公司价值和权益成分的 公司价值 他们两个公司价值比例 去进行分摊的 分摊几乎权益和负债 是对的 照提问 我们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BD三个选项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不仅把长期股权投资 粗食计量给大家讲到了 同时也讲到了 相关交易费用的 处理问题 大家一定要把它把握 此处非常重要